蔡主席針對這個問題 站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你到底心裡想的是什麼 洪災對決聚焦課綱爭議 洪修柱拋出五個問題 直接挑戰蔡英文 課綱為調是把教科書 調回憲法架構 蔡英文如果反對這本課綱 何不乾脆光明正大 主張台獨 整個教科書 是要完全的去除 中華民國的歷史 是因為中華文化 而且真正在宣讀 台獨的理念嗎 不可以一方面說維持現狀 一方面又鼓動學生 此外針對723教育部衝突 蔡英文與13位綠營縣市長聯名 呼籲教育部不得提告 侵占公署的學生 還被這股勇氣感動 反對者難道也可以 比照辦理嗎 將來如果蔡主席 當選了總統 而她主張台獨 主張台獨的所有的內容 入我們教科書 而也有7成以上的民眾 現在都堅持維持現狀 不以為然 是不是可以衝撞總統府呢 讓學生學台灣歷史有這麼難嗎 公民與社會的課本 為何刪掉白色恐怖 難道我們要誠實面對台灣的歷史 有這麼難嗎 白色恐怖又關台獨何事 綠營立委積極護航 試圖撇清退為客綱和台獨的關聯 不過知名律師陳昌文 27號投書《中國時報》 同樣以當蔡英文的未來總統府 被暫時為題 認為社會一旦淪為 我說了算的主觀自義 法治將淪為暴力統治 更反諷 如果佔領教育部的30個人 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 就高過2012年 透過民主程序選出的政府 那假如2016民進黨執政 是否只要反對 就能今天佔領教育部 明天攻占總統府 論點凸顯科綱爭議 引發佔領教育部 衝撞公署 已經不是單純的公民不服從 而是法治問題 身為總統參選人的蔡英文 不能有退讓空間 更不該出現兩套標準 記者 王正台北採訪報導